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就是英国文体界结合的金头玉女 当年20岁的小贝和维多利亚真是扬眼 两人一个是球场王子,一个是时尚辣妹 如今两人都已过了不惑之年 分别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然而近日,有关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将要离婚的消息 周五早上在社交网站开始流传 甚至促使一家大型博彩公司打赌他们是否会离婚 随后贝克汉姆夫妇强烈否认了这些谣言 他们显然对互联网将留言传播成事实 而不加检查的速度感到愤怒 前辣妹组合成员维多利亚·贝克汉姆的发言人说 如果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贝克汉姆的八卦和留言上 那一天就不会有足够的时间 真是一派胡言 社交媒体助长了记者的窃窃私语和假新闻 没有即将到来的声明,也没有离婚 贝克汉姆的发言人说 这是无稽之谈,这是一种可笑荒谬的东西 没有离婚,这是可笑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您看不吝点赞订阅 您看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明镜与点点栏目 呀 b